东南亚一公集体确诊COVID-19 卫福部官员带头歧视污名化万华湾娃 台湾民主文化残暴又反人权 不止仇恨武汉而已 卫福部次长石崇良公开指控万华为新冠疫情破口 陈时中表示敌人是病毒 不要猎物讲到特定族群地区也会形成伤害 让我想到林维帝与媒体疯狂坚持武汉肺炎 这种波及万华的仇恨态度证明了台湾人的本质 外国人如林维帝或美国人坚持以武汉肺炎仇中有其政治目的 台湾人被这种仇恨思维洗脑或本来就喜欢仇恨后 连自己人都不手软 真是悲哀 正如我提过之前有些人搞的万华加油活动 凤传媒黄信为相关报道第一句话就是武汉肺炎 就像陈时中满口仁义道德的说以前讲到特定族群地区也会形成伤害 也充分了解尽量避免 希望大家团结医治对抗病毒 但中国大陆是例外 当年WHO就是认定讲到特定族群地区也会形成伤害 因此在2015年开始对疾病命名的原则作出规定 不应以族群及地区命名 台美如Umedia拼命报道临为地扯一些过去疾病的例子 及台湾愁中政府及刘克香中央社拼命含武汉肺炎 正式造就今日万华病毒的根源 很简单 因为这是同样的逻辑 用地名与族群去识别病毒 当然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对付台湾内部的人 有些万华人没想到这点 还认为应该追究到英国或武汉 怎没想到是错误的政策导致破口 同样的 台湾人长期以来歧视东南亚的外籍移工 给他们住的地方根本违反人权的拥挤狭窄容易感染传染病又毫无隐私权 有多少台湾人在乎呢 根据报道经元电30移工快筛阳性PCR出炉 全部确诊 除了证明这次快筛100%正确并非诚实中长期洗脑台湾人说快筛未因为阳外 台湾人让移工集体赛在同一个地方作息导致集体感染 这符合人权吗 蔡英文说台湾人是民主人 自由人 那这些没有自由的移工是不是不被台湾人当人 加拿大一年零打疫苗 并不像台湾认为官员比较伟大必须先打 美国麻州则先让游民 长照著名先打 并不像台湾打疫苗一样充斥特权并排挤最弱势 但是 如果说铁达尼号要审之前是先让妇儒先上逃生艇 台湾的状况就是政客 有关系有特权的人 年轻力壮的军人可以先逃生 台湾民主的人权观跟西方不同 只是用来夺权与巩固阶级利益的工具 更是移工与弱势的地狱 Blackjack 2021年6月12日 尹 石崇良称破口在万华惹议诚实中道歉了